第533章红艳的条件 强横无比的极致阳火魔力 强行冲破了激动的神火圣王凯 涌入他体内 疯狂地肆虐着 激动闷哼一声 手扶胸口 张开嘴 扑的一下 喷出一股热气 令整个店铺内的温度 急剧飙升到500度开外 激动 你没事吧 陈思玄的灵魂 几乎是第一时间 就在激动脑海中响起 激动立刻向他回答道 放心 我没事 只是买点东西 有了激动的回应 外面听到声音的天干圣徒们 才没有冲进来 那红衣女子的美眸中流露出 几分惊讶之色 看着激动 多了几分好奇 秀眉微皱 道 你究竟是谁 眼前这个不知道是哪一族的人 既然能够应受自己一掌 而且看上去还没受伤 在地心世界 绝不是无名之辈 以他这样的修为 为什么不抵挡自己的攻击 而是要硬受一掌呢 激动确实没有受伤 他那圣级体魄 实在是太强横了 而且刚才这红衣女子的攻击 也只是信手而为 并未全力以赴 不过 就算是这样 他也是接连深呼吸几口 自身受到震荡的内斧 才算是平复下来 他确实是故意承受这一掌的 原因很简单 他要震碎自己的心痛 在看到如此神似烈焰的人 可又立刻明白他不是烈焰的时候 激动的心 就像是被万箭刺穿一般 剧痛得无法呼吸 所以 他宁可承受着女子的一掌攻击 让自己对他产生几分恶感 同时也借助身体的痛苦 来从对烈焰的思念中 暂时挣脱出来 非礼物是 对不起 刚才是我失礼了 受你一掌也是应该的 激动勉强让自己扭过头 不再去看着女子 同时通过灵魂波动 传达出自己的意思 听了他的话 红衣女子的眉头略微舒展开几分 向激动点了点头 道 算你还懂得点礼数 来我这里 你想要什么 激动道 我刚才看到 你摆放在门前的矿石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种矿石和制造核心长老令牌的材质 是一模一样的 能否请问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矿石 价格如何 红衣女子淡淡地道 这是火神石 也被称之为地之玉 与人类世界一种叫天之玉的东西齐名 论品质的话 它不如天之玉作用那么大 但在它里面 却可以浓缩自身体积100倍以上的固态火元素 你没看错 圣教和新长老们都有一块用它来制作的令牌 其作用 就是储存一个能够保命的技能 只需要凭借自身魔力引动 就可以直接释放出来 我这里是整个地心世界唯一一处卖地之玉的地方 按照规矩 只要你拿出等价值的东西来换取 就可以 地之玉分为三种品质 下品可以储存普通壁杀剂 价格低廉 中品可以储存初级超壁杀剂 上品最高可以储存到高级超壁杀剂 你所看到核心长老们拥有的只不过是中品地之玉火神石而已 我这里三种品级的都有 地之玉 一听这名字 激动就有些头疼了 毫无疑问 这地之玉的价值绝不一般 想要大量拥有恐怕是不可能的 而且 他也自问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拿来购买 他也是火系模式 恐怕就是周小小那胖子在这里 也一定会极其地头疼 同时 伴随着冷静下来 激动对眼前这红衣女子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浓郁起来 这倒不是因为他像烈焰了 而是因为 激动竟然惊讶地发现 单是凭借自己的灵魂之力进行覆盖式扫描 竟然无法看清眼前这女子的实力 单凭这一点 他就可以肯定 眼前这红衣女子的修为已经在火消亡之上了 这火莲族不愧是烈焰的种族啊 眼前这红衣女子的身体应该也和烈焰一样是能量凝聚而成的 只是一个店铺的老板 修为竟然就能达到如此程度 恐怕要比你太冲勉下林青了吧 用人类的等级来衡量 起码是97级 甚至是98级的修为 激动叹息一声 摇了摇头 道 我不知道有没有能够和你交换的等价值物品 红衣女子愣了一下 看着激动的目光变了变 淡淡地道 那就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说着 他转身就要走 激动赶忙道 等一下 红衣女子停下脚步 回头看向他 你还有什么事 激动道 不如这样好了 你来提出要什么东西 我尽量给你找到 我需要大量的地之欲 红衣女子冷冷地扫了激动一眼 大量的地之欲 你难道想要发动一场战争吗 激动摇了摇头 道 不 当然不是 至少 我要这些地之欲并不是在这里使用 如果我告诉你 我会是火莲族的朋友 你肯相信吗 一边说着 他的目光再次笔直地向着红衣女子看去 同时摘下了脸上的面具 看到激动的面旁 红衣女子明显愣住了 在地心世界之中 火莲族的样子和人类几乎一样 或者说是近乎完美的人类 可是 也唯有火莲族是如此 而火莲族又有一个特点 全族界是女性 看到激动这样一个男人 这红衣女子心中顿时产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 尤其是激动那成澈的目光 没有半分作作 只有坦诚 不过 这红衣女子毕竟修为惊人 只是略微呆滞了一下 就恢复了正常 你是人类? 一丝冰冷的沙鸡 瞬间从这红衣女子身上释放出来 激动坦然地点了点头 道 没错 我是人类 而且是来参加这次代理教主选拔大会的长老之一 按照烈焰圣教的规矩 哪怕是人类 只要持有令牌来到这第十五层 就可以参加圣教庆典 我说得没错吧 红衣女子身上杀鸡收敛 沉生道 你知道的似乎很多 激动默默地点了点头 算是承认了她的话 我要帝之欲 是为了带回人类世界去 不久之后 人类世界将有一场大战 所以 我需要帝之欲 红衣女子道 我叫红燕 如果你想要帝之欲的话 可以 我只有一个条件 我们烈焰圣教伟大的神 红莲一族伟大的图腾 地心世界的统治者 烈焰女皇陛下 已经失踪很长一段时间了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 她是因为去了人类世界后 又返回到地心世界之中 产生了庞大的魔力波动后失踪的 我的条件就是 你要替我找到女皇陛下消失的原因 或者是找到陛下的踪迹 如果你能够做到 那么 我会尽我所能为你提供地之欲 听了她的话 激动不禁一呆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如果这个条件红燕 是向别人提出的 那么 其难度还要超过 傻有钱商会向激动提出 那三项考验的总和 毕竟 烈焰的离去 可是和神界有关啊 可是 这个条件落在激动身上 却是真的找对了正主 除了激动 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看到激动呆滞的样子 红燕淡淡地倒 我也知道这个条件比较难 但这对我们火连族很重要 既然你是人类 又能来到这里 那么 你就一定有返回人类世界的能力 我们火连族是不能离开这里的 如果你想证明是我们的朋友 那就尽你所能去为我们探查这个消息吧 哪怕是只得到一些有关的消息 我也可以考虑给你一些等级低一些的地之域 我提出的这个条件长期有效 直到你能把所有确切的消息带来为止 说完这句话 红燕转身朝着先前出现时的侧门走去 等一下 激动身形一闪 就已经来到了红燕身边 抬手向她肩膀抓去 而在她面前的红莲身体轻扭 无比柔韧地做出了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动作 轻松地闪开了激动的手掌 激动在看到她的面庞时 红燕双眸之中已经充满了煞气 如果不是看在你是个人类 有可能帮我得到消息的份上 我一定要杀了你 再敢对我动手动脚 我会让你后悔你是个活人 激动欠然道 对不起 是我莽撞了 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想要知道的这个消息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案 你说什么 红燕睁大了眼睛看着她 眼中充满了不敢置信的神色 激动沉声道 我说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你想知道的一切 这件事 恐怕在整个人类世界中 也只有我能向你说得清楚了 激动做出这个决定 只用了很短暂的时间 他知道 自己在做出这个决定时 是极为不理智的 换一个种族 他一定不会去做这样的交易 来暴露自己 可是 这里是火莲城堡啊 这里是烈焰一手 创立起来的种族啊 眼前的女子 更是和烈焰有着七成相像 这份好感 足以令激动改变主意 甚至能帮他做出决定 理性的判断加上感性的认知 激动已经下定决心 红燕的目光变得冷立起来 前所未有的庞大杀鸡 在他身体周围冉冉升起 你要明白 欺骗火莲一族的后果是什么 激动淡淡地道 我从未想过欺骗 自然就不需要知道后果 红燕点了点头 道 好 你说 激动深吸口气 无法掩饰的无尽悲伤 从他眼底流淌而过 再多的话语 也不如重现当初那一幕来的直接 你看着 一边说着 激动的双眼已经变成了银色 强大的灵魂之力透体而出 感受到激动那强横无匹的灵魂波动 红燕不禁向后退出一步 美眸中流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先前他虽然也能感受到 眼前这个男人的实力强大 可是 激动的气息一直内敛着 他也分明能感觉到 激动的魔力是不如自己的 可是 此时 当激动将自己的灵魂波动释放出来 他才明白 眼前这个男性人类的实力 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的估计 两道荧光从激动眼中电射而出 直接落在了面前的墙壁上 荧光如水 轻轻波动 渐渐地 一幅图案 已经呈现在了那荧光之中 凭借灵魂之力 做到这一点 红燕自问做不到 但他却明白 激动在做什么 激动这是在凭借自己强大的灵魂之力 来将记忆中的片段展现出来 这需要何等强大的灵魂之力 才能做到啊 感受着激动的灵魂波动 红燕对他的信任也随之多了几分 银色光芒中 图像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红燕看到 里面呈现出的 果然不是地底世界的情况 圣邪导 这是激动给出记忆的开始 那一幕 正是他和福瑞等人 全力以赴 阻止黑暗天机完成仪式的时候 紧接着 曾经的光明天干圣徒们出现 原本不应上演的悲剧 也随之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万雷劫域界的强大压迫力 哪怕是在观看激动还原的记忆 红燕也能清晰地感受到 就在以眼前这个男人为首的那些人 就要殒命的时候 烈焰出现了 当红燕看到烈焰的那一刻 她的身体不禁剧烈地颤抖起来 向后退出一步 险些直接就跪倒在地 对于火莲一族来说 烈焰可以说是他们的创世神 没有烈焰 他们现在还是地心第十八层 一朵朵地心红莲 正是因为烈焰的觉醒 才令火莲一族有了现在 每一名火莲族的族人 对于烈焰的崇敬甚至都是盲目的 突然看到烈焰的存在 她又怎么能不激动呢 就在这个时候 红燕的灵魂之中听到了声音 当初圣邪战场上的声音 你这甘愿陷身于黑暗的人类 我从来没想过 要干预人类世界的任何事 但是你的所作所为 已经威胁到了我爱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 我并不是来自于神界 也更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可是我必须要来 你发动了万雷劫欲界 导致生灵涂炭 今天我就替天行道 让你也行神俱灭吧 第534章 她值得去爱 激动带给红燕的不只是图像 同时还有声音 当红燕聆听到烈焰的声音时 整个人已经激动地不能自已 尽管在她这一生之中 见过烈焰的次数 屈指可数 可是 每一次见到那全族的偶像与神 都令她的记忆无比深刻 没错 这就是烈焰大人的声音 这是绝不会错的 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切 也自然是真的 而就在下一刻 红燕整个人 却已经完全陷入了震惊之中 她怎么也无法相信 自己心目中 至高无上的烈焰大人 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爱人 她竟然称 眼前这个男性 人类为爱人 天啊 烈焰大人的眼神好 温柔好温柔 和自己记忆中的无上威严 完全不同 这个男人究竟是谁 为什么烈焰大人会称 她为爱人 带着满心的疑惑和震惊 红燕继续看下去 接下来 在她眼前上演的 就是烈焰力挽狂澜 硬生生地破掉了万雷节欲界 并且用红莲天火阻隔了一切的那一幕 终极必杀技的震撼 令红燕近乎无法呼吸 而也就在这时 她发现 那正在释放着灵魂记忆的男人 已是泪流满面 烈焰 你身体不舒服吗 激动担忧地问道 不 不 烈焰哽咽着摇头 她抬起头 眼眸中有的 就只是无尽温柔和浓浓的爱恋 激动 陪我跳一支舞好吗 就像当初我们在天干学院时那样 在那仿佛是空气奏响的美妙旋律中 激动带着烈焰翩翩翩起舞 在音乐的旋律中 激动向左侧虚空跨步 揽在烈焰腰间的手 微微用力 烈焰在她的带动下 身体宛如轻如无物一般随她而动 每一步踏出 激动都能感觉到 自己有着脚踏实地的感觉 这充满了浓浓红光的天空 就是她和烈焰的舞池 她们的舞姿却是那么的美 美得令人窒息 烈焰很轻 很柔 但又极其的炽热 激动的舞蹈高贵而优雅 每一个动作都极为考究 烈焰的舞蹈清零优美 一微在她怀中 在她的带动下配合的完美协调 看到这里 红焰只觉得自己喉咙中 仿佛梗住了什么 一种从未有过的情绪 开始在她心中蔓延开来 这是多么纯净的感受 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啊 她心中的震惊 已经渐渐消失了 感受着图像中 激动与烈焰之间 那份至纯的情感 她也不禁将自身带入其中 仿佛此时的她 就是图像中的烈焰似的 激动 吻我 烈焰呢喃着轻呼着 激动低下头 四片唇瓣轻轻地碰触在一起 她生怕自己的动作有半分粗鲁伤害到烈焰似的 轻轻地吻着她的唇 她的唇温热而湿润 甚至还带着几分颤抖 烈焰缓缓闭上双眼 长长的睫毛搭在眼瞼上 微微地轻颤着 泪水 就在这一刻顺着她那完美面旁上的弧线流淌而下 烈焰大人哭了 烈焰大人竟然哭了 红焰下意识地已经抓紧自己的胸襟 紧咬下唇 眼前所看到的一幕 已经完全超出了她想象的范畴 这 这真的是我心目中的烈焰大人吗 我这天火红莲结界 就算是那个融合了四大圣兽魔力的黑暗天机 也无法突破 就算没有我的魔力支持 在五年之内 它也绝不会消失 五年的时间 应该足够你们和光明五行大陆上的人类们 做出反应了 你们都是激动的朋友 伙伴 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多帮助她 谢谢 阿金 麻烦你帮激动照看大眼圣火龙 十日凤凰 我要带激动回地心湖一趟 你也要好好保重自己 等激动回来 多帮我照顾她 茅台 五粮夜 你们要听话哦 走吧 我们回家 对我来说 地心湖才是我的家 也是你的家 我知道 你心中一定有很多疑问 这次我全都告诉你 画面突然一转 整个画面完全变成了一片红色 光芒在现时 激动和烈焰已经回到了地心岩浆湖的世界 如果是地心世界的其他生物 一定无法判断这是否是真的 可是 身为地心红莲诞生的火莲一族 红燕当然明白 那里就是她曾经的家 接下来 红燕看到的 是烈焰依威在激动怀中的一幕 她轻声地为激动讲述着属于自己的一切 那每一句话 都令红燕的心跳速度越发加快起来 此时此刻 她对激动所展现在面前的一切 再没有任何回答 除了真正的女皇大人 还有谁能将她的来历说得如此清晰呢 与此同时 红燕也能深刻地感受到 烈焰对激动的那份深情 红燕终于明白 自己心中那种 从未感受过的莫名感觉是什么了 那是感动 因为激动和烈焰发生的一切而感动 她从未想过女皇陛下 竟然会爱上一个人类 可是 从女皇陛下对她的诉说就能看出 她们之间的感情 完全是发自烈焰本心的 女皇大人 您 您竟然爱上了一个人类吗 就在这时 红燕最想知道的事情发生了 杀神修普洛斯降临 一场神与神之间的大战 就在地心第十八层波澜壮阔地展开了 直到此刻 红燕还记得当初 整个地心世界都曾因为突如其来的庞大魔力波动而颤抖过 显然 这就是地心世界变化的原因 女皇大人 女皇大人竟然是面对着神的袭击啊 当最后那一刻来临 当烈焰凭借着天神解体大法与修普洛斯两败俱伤 眼看着烈焰为了救下激动而终究走向行神俱灭的那一刻时 红燕的泪水终于再也控制不住 此时此刻 他却又清楚地知道 在自己心中 也已经出现了人类世界才应该拥有的情感 激动 快用火神之剑收了他的神石 烈焰虚弱的声音说道 人类 你要做什么 修普洛斯沉声喝道 激动冷冷地看着他 干什么 这你还需要问我吗 修普洛斯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 你给我去死吧 等一下 修普洛斯急声力喝 怎么 你还打算拖延时间吗 你认为 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吗 不 不 我想 我们可以商量一下 修普洛斯惊恐地说道 商量 可以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 帮烈焰恢复 那样的话 我或许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修普洛斯怒道 不 那是不可能的 别说我不会为一个深渊恶魔恢复 就算是我肯 我也没有那份能力 就算是修罗神大人都无法做到 只有两大神王才有这样的力量 可是 神王大人又怎么肯救他这样一个深渊恶魔呢 混蛋 你给我闭嘴 激动怒吼道 修普洛斯 你张口深渊恶魔 闭口深渊恶魔 我问你 你凭什么说烈焰是恶魔 他做过什么恶事影响到你们神界了 还是影响到人类了 他在人类世界唯一一次出手 也是阻止了 也是阻止了生灵涂炭 他是恶魔 我看和他比起来 你才是恶魔 烈焰诞生之后 整顿了地心世界 令这里的一切变得有条不紊 再没有了战争 他所做的一切 没有一件事损害了这个世界 你凭什么来缉拿他 就许你们神界有神 就不许我们人类世界出现什么 烈焰的命运 凭什么由你们来决定 你们这些狗屁神 算什么东西 你 你这是大逆不道 他并不是人类 等等 你听我说 我虽然不能帮他恢复 但是 你是人类 我却可以帮你 只要你不破坏我的神识 我就发下神识 等到我恢复了 我可以让你拥有 相当于他三分之一的力量 直接成为最接近神的存在 这是我权限中 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了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深渊恶魔 哦 不 是深渊神底 面临生死存亡 修普若斯也不禁慌张起来 再也顾不上维持 他那神界执法者的尊严 激动点了点头 深渊恶魔吗 好 就算他是深渊恶魔又如何 但他却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是什么 修普若斯惊恶地看着激动 激动转过头 看向那身体已经变得更加虚幻的烈焰 但他手中的双剑却已经带着无与伦比的气势 和他全部的灵魂与混沌融合的力量席卷而出 直奔修普若斯神石而去 在神石被吞噬前的一刹那 修普若斯听到了激动的声音 他是我的爱人 而我是一个爱上了恶魔的人 红燕惊呆了 那杀神的许诺竟然是烈焰大人三分之一的力量 天呐 这时何等承诺 他当然很清楚烈焰三分之一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那起码也是圣级巅峰的实力呀 而那时候 眼前这个男人看上去还是十分的弱小 激动在动手前最后说出的那句话 令红燕心中产生出深深的震撼 他是我的爱人 而我是一个爱上了恶魔的人 就在这一刻 在眼前这有七分神似烈焰的红发女子心中 竟然产生出了一种名叫羡慕的情绪 羡慕的 正是他心中无比崇敬的神 激动 不要这样 好吗 烈焰微笑着看着激动 他的声音很柔 听不出虚弱 但却正是因为这样 才更令激动的心为之颤抖 能不能再说一遍你爱我 我爱你 我爱你 我永远永远都爱你 爱你一生一世 生生世世 烈焰 我 爱 你 激动 我也爱你 对不起 激动 我曾对你说过 如果有一天我对你说出我爱你 就是我已经准备好嫁衣的时候 可是 我现在却已经不能再做你的新娘了 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答应我 如果你真的爱我 那么 就为我完成唯一的遗憾吧 我希望 在未来的十年里 你每年都能够用名酒路上的一种名酒 作为鸡酒 为我调制一杯鸡尾酒 好吗 不 不 不 烈焰 你是我的新娘 我永远都不会让你离开我 烈焰 激动 你不要这样 你让我怎么能安心地走呢 烈焰脸上的微笑终于再也无法保持 他痴痴地看着激动 目光却还是那么柔和 只是带着浓浓的不甘 激动 知道吗 我不后悔 真的 认识你 我不后悔 你让我感受到了人类所拥有的情感 也让我感受到了爱恋的美妙 我不回 如果有来生 我一定穿好嫁衣 等你来娶我 不 我不要来生 激动近乎嘶吼着喊道 他的脸上 身上 都已经布满了自己流下的血泪 突然 他仿佛想到了什么事的 猛然站起身 他的身体在颤抖着 但他的目光却变得疯狂起来 有了 我有办法了 烈焰 你坚持住 我有办法了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永远不分开 在烈焰吃惊的注视下 突然间 激动猛然抬起右手 刺目的白光在他掌心中亮起 烈焰分明看到 激动掌心中出现的 赫然是他的混沌蜘蛛 没有半分犹豫 更没有一丝一毫的迟疑 他的右手 已经在烈焰的惊呼声中 拍在了自己的头顶之上 隐藏在眉心中的灵魂漩涡 竟然被他自己这一掌 凭借混沌蜘蛛的力量 给强行震荡了出来 紧接着 他那灵魂漩涡 几乎是疯狂地席卷助烈焰的灵魂 强行拉入到自己的身体之中 天哪 红艳的双手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不让自己惊叫出来 这是一个怎样疯狂的男人 他 他竟然亲手把自己的灵魂震出体外 要用自己的身体来承载女皇陛下的灵魂 心中所有的不解 在这一刻全部化为了感动 红艳突然发现在自己的意识中 竟然完全认可了烈焰大人的这个选择 眼前的这个男人确实值得他去爱 尽管现在的红艳还并不明白什么是爱 一个人能够有勇气为了另一个人 而让自己行神俱灭 这已经超越了红艳的想象 所有的画面终结于激动 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那一刻 红艳在画面中最后看到的 就是激动空洞的眼神 以及那一头毫无光泽的白发 荧光 渐渐从激动眼眸之中淡去 他的泪水早已在周围的高温下蒸发了 但他的身体却依旧在颤抖着 如此全面地回忆一次当初发生的一切 感动了红艳 却也令他重温了曾经令他心痛得无法呼吸的痛处 此时此刻 神火圣王凯内置的尖刺 正在不断地刺激着他的身体 可就算是这样 激动内心的痛苦也没有分毫减弱 激动的身体晃动了一下 精神恍惚之下 以他的修为竟然险些摔倒 看到他身体的晃动 连红艳自己都不明白的是 他竟然上前一步 扶住了激动的手臂 你 你没事吧 红艳轻声问道 激动心头一震 脱口而出道 烈焰 先前还死记的眼神瞬间就变得炽热起来 可当他的目光真的落在红艳面旁上时 整个人却像是泄气的皮球一般 所有的一切都归于平淡 不 你不是我的烈焰 烈焰 烈焰 他飞快地从朱雀手镯中取出一瓶酒 丝毫不顾周围灼热的空气 会令酒液快速沸腾 就那么消去瓶盖 将酒液狠狠地灌入腹中 接住那酒液带来的灼热感 才让自己的心略微舒服了几分 谢谢你让我看到的这一切 我相信你 红艳松开抓住激动手臂的手 低下头 淡淡地说道 此时的他眼中再没有半分敌意 更没有丝毫的杀气 就算激动陷入自己的感情漩涡在深 以他的灵魂强度 也依旧能够感受到 在观看自己释放图像时 红艳情绪上的变化 这份变化已经足以令他做出很多决定了 红艳小姐 我这次前来地心世界本来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想要重回第十八层 去看看我和烈焰在一起相处最久的地方 另一个 我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寻找复活烈焰的方法 在进入地心世界后 我才得知 因为烈焰消失 你们那烈焰圣教要召开 代理教主选拔庆典 后来我听说 这是因为火魔族蠢蠢欲动的原因 烈焰创下的圣教 绝不能落入恶人之手 烈焰能够应运而生 就是为了地心世界的和平 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帮助 我一定会尽我所能 红艳轻轻地摇了摇头 道 对不起 激动先生 从先前的画面以及烈焰与激动的交谈中 他当然知道了激动的名字 能否请你跟我走一趟 去见我们的王 刚才 其实我是骗了你 少量的地之欲我还能做主 但全力支持你的话 却需要王来批准了 而且 你带来的消息 对我们火莲一族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希望你能将刚才给我看到的一切 再给我们的王看一遍 激动脸上流露出一丝苦笑 还要再一次吗 好 我跟你去 你看这样如何 我还有几个朋友 让他们暂时留在你店里吧 然后 我自己和你走一趟 红艳想了想后 就点头答应了下来 激动将天干圣徒们招入店中 其他人还没发觉什么 但陈思璇却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激动情绪上的变化 再看看那和自己当初有气氛想象的红艳 心中已经隐约明白了些什么 忍不住向激动发出了询问 陈思璇不怕像阿金 蓝宝这样的美女会抢走激动 因为 他们的相貌还比不上自己 但是 当来到火莲族之后 他心中却生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他当然知道火莲族的族人们和自己有多么相像 更知道激动对烈焰的爱友多么深刻 一旦他冲动了 因为这些神似烈焰的族人们而冲动 那将是陈思璇最不希望看到的情景 激动有些讶异地看了陈思璇一眼 平日里 陈思璇绝不会多问自己什么 今天 他这是怎么了 不过 他也没有隐瞒 通过灵魂波动 将刚才店铺内发生的事情 转达给了他和所有伙伴 我要和红艳小姐走一趟 大家就在这里等我吧 丢下这句话 激动在红艳的带领下走了 天干圣徒们 当然明白他的意思 激动这是留了后手的 万一在火莲族王宫之中出现什么问题 以他的灵魂修为 也能第一时间送回来信息 大家能够来得及凭借传送法阵离开 而激动自己想要脱身 也绝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 走出店铺的那一刻 激动就已经重新戴上了神火圣王凯的面具 重新收敛自身气息 并且故意落后红艳半部 就像是他的附庸一般 尽管如此 当他们走在街道上的时候 还是不时引起他人的注视 令激动有些不解 火莲城堡内的街道上 各个种族的行人不多 但火莲族人却不少 激动的目光 经常从这些角色红衣女子身上扫过 却遗憾地再也没有看到比红艳更像激动的女子了 而对他行众目理最多的也正是这些火莲族的女子 他们在看到激动跟随在红艳背后时 目光中都流露出了几分诧异 红艳形若无视地走在前面 仿佛并没有注意到族人的关注似的 激动自然也不会去问 两人就这样 在有些奇怪的气氛中一直向前 地势渐渐走高 城堡是依山而建的 眼看着就要朝最高峰攀登的时候 一扇城门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守在城门处的依旧是两名火莲族人 他们看到红艳时 神色没有半分变化 但当他们的目光落在红艳身后的激动身上那一刻 神色却不禁变了变 其中一名女子上前一步 挡住了两人的去路 红艳姐 你带来的这位是 红艳停下脚步 看了自己这位族人一眼 向他点了点头 道 这位是我的朋友 他带来了烈焰大人的消息 我要尽快见到王 听他这么一说 守门的两名火莲族族人大吃一惊 赶忙让开到两旁 不敢再阻拦 红艳就这么带着激动走了进去 激动微微一笑 道 看来 你在火莲族的地位应该很高 红艳回过头 看了激动一眼 淡淡地道 见了王 你自然会知道的 越向上攀登 周围的温度也就越高 当然 这点温度对于激动和红艳来说 都不算什么 火莲城堡的最高峰从远处看来十分宏伟 可真正到了近前 激动却发现 这最高峰只有一扇两米高的门 从外面看 这里的整体面积竟然很小 小得让人难以相信 这就是火莲王居住的地方 而且在进入先前那道内宝大门之后 激动就再没有看到任何守卫了 红艳走到门前 抬手在厚重的石门上轻轻地敲了敲 柔和的灵魂波动从门内喷涌而出 进来吧 你怎么带了外人来 红艳神色不变 转身向激动道 请你稍等一下 说完 他按在石门上的手微微用力 没有任何声响 那金红色的石门已然悄悄划开 他迈步走了进去 激动站在门外 心中有些诧异 因为刚才那柔和的灵魂波动中 他感受到的声音仿佛是从四面八方而来 而且分明有所掩饰 如果只凭感觉上去判断 这灵魂波动简直是弱小的 可以和未曾进化前的火鸭王相比了 可是 眼前这石门内的可不是火鸭王 而是火连王 也就是地心世界烈焰圣教中 三大太上至尊长老之一啊 激动没有试图用灵魂去探测 眼前这火连族拥有最高地位的房间 这是一种尊敬 同时他也相信 就算是自己去探测也一定是徒劳的 静静地站在那里 他一想到 接下来自己很可能还要再一次回忆心中的剧痛 眼神就不禁黯然下来 同时 他心中十分紧张 并不是因为预判中的火连王强大而紧张 而是因为 这曾经最接近烈焰的地心世界强者 很可能是复活烈焰唯一的机会了 正所谓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他的紧张源自于恐惧 红焰进去了很久 房门都没有打开 因为内心的紧张 激动的情绪上难免出现了一丝焦躁 这在他的灵魂修为进入圣级层次后是很少出现的 尤其是烈焰死后更是如此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的第一感觉 他的第一感觉就是震惊 似乎似乎是刚刚又哭过了 他的身体依旧遮挡着激动的视线 并没有让开的意思 只是淡淡地向激动道 激动先生 我们的王需要与你进行真切的灵魂交流 这件事对于我们火莲一族来说 关系到生死存亡 还请你不要介意 激动坦然道 那就开始吧 他没有多说什么 也没有抗拒对方这种明显不合理的要求 灵魂交流 如果双方之中一方有一心 很可能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而旁边还有一个红燕的存在 以他的修为 再加上他身后那修为 很可能还远超于他的火莲王 很可能会令激动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但激动却依旧同意了 因为他可以完全肯定 红燕在之前看到自己和烈焰 发生的一切时 他的神色中绝没有半分作作的痕迹 他是真的感动 眼前这都是烈焰的族人啊 同样出生于地心十八层的地心红莲 激动相信 他们都有着一颗与烈焰同样纯净的心 灵魂开启 下一刻 激动已经敞开心扉 柔和的灵魂波动 从他体内释放而出 扩散开来 完全呈现出一种等待融入的感觉 与激动一样柔和的灵魂波动 从红燕背后升起 但颜色却是金色的 化为万千道丝线 绕过面前的红燕 悄然注入到激动的银色灵魂波动之中 双方的灵魂彼此碰触 奇妙的感觉也同样产生于双方的内心世界之中 灵魂是最不容易伪装的 当激动感受到对方的灵魂波动时 他首先的感触就是无比的纯净 没有半分杂质的纯净 这份灵魂仿佛是来自于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一般 没有半分情绪波动出现 哪怕是在烈焰和陈思璇身上 激动也从未感受到过这样的灵魂 但是 当这份纯净的金色灵魂 与激动的银色灵魂波动接触的一瞬间 他却轻微地颤抖了一下 激动分明感觉到 这份灵魂比自己的灵魂还要凝实一些 可是 当双方真正接触在一起时 他却发现 这份灵魂竟像是有些惧怕自己似的 如果说 激动感受到的是对方如同白纸一般 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的灵魂 那么那金色灵魂的主人感觉到的 却像是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 激动灵魂之中 那无与伦比的情感迸发 庞大的情绪波动 仿佛要将它瞬间融化似的 那是来自于激动对烈焰的爱 灵魂之中的一切 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对方的样子也渐渐浮现在激动脑海之中 就在这时 红焰身体微侧 露出了深厚的身影 而就在下一刻 激动的灵魂却如同飓风在大海中瞬间爆发一般 掀起了滔天巨浪 宛如一张吞噬大口 向那金色灵魂反卷而去 它口中 更是撕心裂肺般地大喊着 烈焰